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老哥们在喝茶 应该是老哥们在喝茶 就是有点像北方人 给我感觉像北方人住在老四合院 是有这么一拨人 他就这么一段故事 就这么一段陈述 他说现在呢 妖精鬼怪兽全出来了 我都不知道是不是 他看涛哥节目 不知道 他说妖精鬼怪兽全都出来了 他到了末法末节的时候 他说其实满街上 有些很多度人的菩萨也出来了 他说圣人 修行的人 拥有智慧人生的人出来了 他说应该很多圣人开始出世了 他就讲述了一个相生相克道理 然后呢 他就提到说 他说其实这些圣人呢 有本身的人呢 出现在很多自媒体里面 他们在普世渡人 我不知道他为什么这么讲 他在普世渡人 也就讲 其实有一个道理 对很多朋友不一定清晰了 这是我个人学的 学到了一个道理 当今天的末世不崩溃的时候 就是完全崩溃的 就已经崩溃了 不可能救了 就这么讲 末世的末节完全崩溃了 不可能救的状况下 才可能有圣人出世 如果从另外一个角度上说呢 就如果一个人出世 说这个人出世了 这个人遭什么事情了 这个人身上如果还有德性 相当德性的话 他不会 他出的任何事情 都会有他的一定亮度 就是他会有一个截止时 如果这个人一点德性都没有 完全是坏 比如说路西法 比如说这个撒旦 那路西法 撒旦在巴黎奥运会 这个闭幕式上 完全来到人间 时间的轮走了 这是完全要毁灭的 所以他的毁灭的概念呢 就是那个巴黎奥运会的那个结束呢 很具有隐喻性 就是他已经完了 那路西法被灭的时间才会开始 在被灭的时候 那妖精鬼怪兽就会展现在人间 这是一个 陶哥自己意识到学到的 一个时间点上 就是如果路西法 撒旦路西法还可以到天庭去 就像比格斯讲过的一个 在路西法在天庭什么法庭上什么过堂 如果还那样的时候 那个路西法是不能被灭掉的 那而他落在人间了 将会被灭掉 所以我想跟大家分享 就像时辰可能到 就是真的是时辰到 所以就变成人与人之间开分类 所以这个人就讲这么一段话 我跟大家放一下这段话 他这段话讲的蛮有趣的 我不知道有没有音乐 如果有音乐呢就麻烦 如果没音乐呢 我就跟大家放这段话 现在世界已经进入到一个魔幻世界了 魔法世界就是这样 金啊 邪啊 怪啊 妖啊 这些东西都出来了 现在也好了 修行人特别多 觉醒的 修道的人特别多 现在讲道行 在这个时候 有一定的本地的人都出来了 用各种的与世俱进的自媒体 都开始来读人了 那接下来这段呢 是跟大家分享一些 比较特异的一些天气的状况 就是天气状况现在很奇怪 集中在重庆 那这个呢叫奇异天象的 这是人把过去这段东西出现的 奇异状况给汇总在一起了 那包括所谓的六个太阳 或者七个太阳 我们跟大家报过这六个太阳 后来有人说是七个太阳 所以里面就夹杂了一些 在同期就是八月底这段时间 同期出现的不同的一种视频状况 很难说它是假 如果在我个人的角度来讲 我觉得很难说它是假的 所以没有人能解释 科学也解释不了 那当然在当地的一些科学家 比如说气象学家或者气象台 他有可能会解释 但是在陶哥的眼睛里呢 以为这种解释很 不仅仅是欠强 就是已经出现了很无聊的一种场面 那这个场面呢 是出现了一种 通常人们会觉得是有龙溪水 但它不是龙溪水 它实际是在青藏高原 在青藏地区出现那个 就是从天上下了一个龙脉 就是你就看起来就这么一条线了 一有音乐就下面 看起来是这么一条线了 但其实呢 它就是 你说是云也好 是什么也好都可以 所以它就 它等于是嘲讽了 我们通常说的龙溪水 通常说的龙溪水 都是在水面上 把水抽上去 所以大家以为就是看到是条水 就是水跟天气之间的关系 它这没有 它是山 它本地 本事情出现在青藏高原上 所以 没有人能解释 对啊 因为 有水才会有云 如果没有水的话 在这么一个地方的话 它怎么会形成 那只能说它的整体来处 来自于天上 对吧 来自于天上 来自于某种环境中 出现的场面 而这个场面 不被现在的科学所解释 这个 这个我相信 朋友能理解这个东西了 这个呢 是另外一个 31号 昨天晚上出现的 就是 这是在重庆 出了一个光柱 我记得有另外的视频看到了 光柱是走过来的 我看到这个 它就是死的 我们现在跟大家分享 是死的 那这是一个 同样是一个很难解释的 因为如果是从下面照的话 它上面应该是散的 这个光柱呢 它的光点是从上头往下走 所以它就 这就不能解释了 当然有朋友可能不一定相信了 有朋友不一定相信了 认为那个是 其他的环境造成的 但是在涛哥的眼睛里呢 我们就跟大家分享呢 就是这么一个时代 这么一个年代 这个时代年代呢 让人们去怀 不能接受一些 有一个说法 我觉得蛮到位的 他说今天的人呢 聪明的人全都是疑惑的 不接受任何外来 不能被他观念所接受 而愚蠢的人呢 却愚衷地去尊重 就是执行尊重他的观念 他说这是 实在是令人感慨的一个年代 就像如果咱说白了 像我个人理解当中的 我们曾经跟大家分享过的故事呢 就是在今天的环境中 人们已经各自就像被定位了一样 被定位的人 根本就无法去 就是缓解自己的压力 或者说从另外一个角度去理解 作为一个人正常的存在的方式 已经不具备这东西了 这是今天的非常大的悲剧 没有人能化解他 没有人能够解释他 这是昨天吧 前天披露出来一个内容 中国很热 这在四川盆地开始怀疑人生了 成都四十三度 南冲四十六度 滋阳四十五度 乐山四十六度 内江四十六度 重庆四十六度 那我看过其他的一些佐证 宜宾四十七度 卢珠也四十七度 我看过其他解释呢 也其他的内容上 也佐证这件事情 那他说已经怀疑人生了 这不是人呆的世界 不是正常人一个环境了 那这种事情呢 在涛哥的眼睛里 就像那个人说的 这是一个完全末法时期 很多一部分人 在遭受着惩罚 巨大的惩罚之前 所看到的 所真正展现的 就是我们通常说的 退党退团退队 那很多朋友不太相信 那今天走到今天呢 他也未必相信 但是在涛哥的眼睛里 是这么促成的 感谢朋友们的支持 这段时间在全国的很多地方 都发生着各种各样的 天气异常现象 首先从8月15号 这段由广西的网友 所拍摄到的天空中 不同寻常的云伞气候现象 这种现象在 穿越地区 人们称为扯火闪 但是这种像冲击波一样 扩散开的云伞现象 是很多人都没见过的 紧接着是8月18日 成都的网友 无意间拍摄到了 天空中突然出现 7个太阳的壮观幻日景象 而这一幕早在几百年前 就被中国预言神书 推背图的第45项所预言过 后来专家解释 这种现象可能是夹成玻璃的折射 或者是空气中的冰晶所造成的 然后8月26日 河北寒淡的一位网友 在过马路时突然发现 云城中竟然有一个人正在走动 视频中可以清晰地看到 好像一个人手上拿了一捆东西 正在往前行走 更为理解的是 8月10日 这几百年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只能会越来越大 不可能这么 在天空出现一道这么强烈的一个光束 一个聚集点 这究竟是什么呀 有人说明一下吗 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